说到抗战戏,相信对于那些热衷于追剧的人来说,都不陌生吧,毕竟抗战戏也是特别活的,虽然很多剧情都有夸大的成分,也被网友们狠狠地吐槽过,但是不得不说,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看的,毕竟那可是抗日剧啊,彰显着咱中国的生活。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,手撕鬼的这段剧情,当然这绝对是夸大了演的,只是觉得很有趣,也不知道是哪个编剧,竟然能想到这么个残忍的剧情,不过对于那些特别爱国的人来说,肯定是很受用的,而是演这段剧情的男性,就是王新军了,他演了八年抗战戏,却不是很惊讶,其实他在最初出道的时候,就特别偏爱抗战这一系列的戏,而他出演的角色,大部分也都是回忆的, 关于这个题材的,听到他的名字,很多人或许都很陌生,不过在看了他的照片后,想必很多人对他都挺熟悉了吧,一脸严肃,穿着军装的他,着实有点迷人了,这难道就是军人的魅力吗? 不得不说,他把军人这一类的角色演绎的特别到位,细致入微的把每个角色都刻画的恰到好处,也难怪会让人这么的记忆深刻了,而他能一直坚持把这一系列的戏演下去,可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了,但是他做到了,很是让人敬佩了,不过即便是如此,他的名气一直不怎么高,在圈子中的状态也是不温不火的, 给人最大的印象,也就是在剧中凶猛的杀鬼子了,不过他却一直没有乱过戏,一直有着某些角色等着他,当然,大部分也都是关于抗战的,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抗战戏呢? 其实比他小七岁的老婆比他还活的,他就是秦海禄,是不是特别熟悉?如今的秦海禄可谓是无人不识了,火了也有十年之久了吧,演过很多的角色,不仅上过春嘛,还经常参加某些综艺节目, 事业上简直就是蒸蒸日上的,在婚姻方面,两个人也很是恩爱,几乎没有传出过什么绯闻,一直生活得很低调,还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,或许有人说了,两个人不怎么般配,但是一想到王新军那么严肃的脸上。 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